就是在10月20號的時候 在宜蘭縣工廠有一個41歲的男性 他是受到工廠的機具壓傷 頭部跟腦部臉部還有腹部 有一些嚴重的受傷 那我們醫院是有進行過兩次緊急手術 但是病人還是在10月24號的時候 判定是腦死這樣子 但是只有腦死的話 其他器官都還是很健康的 所以那家屬他們也很有意願 就是要來醫癌的一件這樣子 那目前的話今天是早上進行器官捐證手術 然後總共捐出心臟肝臟還有兩邊腎臟 所以就是就給四個不同的等待受症的患者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我們非常感謝他這樣子 今天應該算是造福還有就是拯救四個不同的生命這樣子 是 我還是那個請教一下 整個摘除手術大概是從幾點的時候開始 然後進行了多久 大概從早上10點的時候開始 那目前其實還進行到一半 才剛第一個團隊三種團隊心臟才剛摘除完成 那還有肝臟跟腎臟的摘除手術目前仍然在進行中 是 那心臟的部分因為他等待就是比較緊急 那因為今天又假日北上的車會比較多 那目前該怎麼辦 目前就是我們非常感謝就是宜蘭縣警局 還有高速公路警察局這邊的幫忙 就是他們會因為假日遊客比較多 他們會在就是平面道路還有高速公路都會幫我們的救護車做前導開導 那這樣子的話可以就是確保他們就是一路都很順暢的抵達就是醫院這樣子 是 台北的醫院 OK 好 謝謝 醫師大名 我姓黃草頭黃 是 黃竹雲 竹那一圖 竹是見竹的竹沒有下面的圖 雲是竹字頭下面是平均的均 OK 好 我們是哪個科別 謝謝